中原球员齐红的出场揭开了整个开幕式的大幕 百事可乐 足球联赛 中国足球的摇篮 15只甲烈球队的足球宝贝的出现 点燃了全场观众的激情 而台湾著名新生代歌手周济龙高歌一曲 更是把全场的气氛推到了最高潮 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就像刚刚开这个一样 有时候会开不出来 那希望每个人我们不要靠运气 我们只靠努力 大家准备好没有 出了精彩的开幕式 球迷们真正关注的 还是深花SVA与中原汇立的同城打笔大战 周六下午 随着中国足协顾主席张继龙 宣布2002年奖A联赛正式开始 上海球迷们期待已久的打笔大战 终于上演 此战深花队还是派出了 大部分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 索萨谢辉和新加盟的马迪内斯 都被放在了T5鞋上 而中原队则排出了 基本上与一赛一致的战友们 而众人关注的范之翼 出现在了自己最熟悉的中后卫的位置上 而并非赛前人们所胜传的前锋 开场后可能是因为压力过大 双方都显得束手束脚 迟迟打不开局面 战板场最好的进球机会 出现在第34分钟 中原队巴西前锋 阿尔西诺在深花队员的看防下 转身一脚打门 球切着门柱飞出了底线 而反观深花队 虽然两名万元前锋 极力想表现自己 但是与队友缺乏配合 使他们始终无法对对方大门 构成有威胁的进攻 而在超把杯上表现出色的小将王科 此一的表现也很一般 第36分钟 徐根保佑洪多纳斯前锋 马丁内斯换下了小将王科 不过马丁内斯的上场 也没有形成太多的攻势 双方上半场0比0 互交白卷 上半场沉闷的局面 在下半场开场两分钟后 就被打破 神花队遵级传球失误 中原队断球后 立即展开进攻 阿尔西诺利用流泻洞 转身慢的特点 反越位成功 突入禁区 右脚低射 推入远角 打进2002赛季 甲A的第一例进球 一球领先的中原队 得势不饶人 16分钟后 沈寒街深思妙传 一脚清磕后 巧妙地晃过后方队员 其左脚射门重地 2比0 此时的老大哥 申花方才如梦初醒 但是于涛的外脚被禁射 被本场表现神勇的 中原门将王志刚拖出 此后申花队也并非没有机会 80分钟时 中原后方大将范志义 身后推人犯规 申花队在禁区前营 获得一个位置极佳的任意球 索萨主发的任意球 打在了中原队深思的手上 裁判孙宝杰认为 深思有一个手部动作犯规 而判罚点球 但索萨主发的点球 打在了门柱上 错失了全场最好机会 此后申花队球员 心态开始发生变化 外援马蒂内斯推丧中 击打中原老将程耀东 而领受了本赛季 第一张红牌 被罚出场 最后中原以2比0 完胜同城对手申花 取得同城打笔大战的完胜 同时也取得 甲A赛场上的首次胜利 中原队 虽然是一些残兵败将 但是我们打出了 我们自己的精神 我觉得我们赢 主要赢了这一口气上面 因为这样得比赛 因为我已经四年了 在英国也碰到过 很多这样的比赛 我觉得这场比赛 非常紧张 因为我们中原的这些老队员 想证明我们自己 我也想证明我自己 今天就是个很好的结果 虽然我是个空心萝卜 你跟徐早说 但是这个空心萝卜 战胜了十星的 我想首先 我们的拼抢比对方更厉害 然后我们的组织 比对方够有效 更聪明 这就是我们两个队的差距 年轻可以慢慢努力的吗 没事 原来怎么 原想我们队伍年轻 用人一上来 没用所杀 想用年轻的队伍去拼 对手 对方年纪大的队员 那么在场上拼不出来 连盛事都在那场球 我们去年轻队员 你看基本上没有 究竟什么原因呢 我们要下面去找一找 当然诉求的知证主要在我 我